发言人您好 我是中心社中心网记者 今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 是否邀请国务院总理出席记者会 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谢谢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 大会发言人邀请新一届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志 出席了记者会 李强同志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 围绕全面贯彻罗斯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党中央局策部署 就媒体和社会普遍关心的 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问题 以及政府自身建设 着了深入参数 以明确整个任期的工作思路 明天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就要开幕了 李强总理将做政府工作报告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受国务院委托将向大会 书面提交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应该说社会的主要关切 在上述三个报告中都有具体的回应 这三个报告经大会通过后 将向社会公布 媒体和公众都能很方便地了解相关内容 同时大会新闻中心将增加部长记者会 和部长通道的长次和出席人数 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 就外交经济民生等主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权威解读有关政策措施 对社会关注问题做深入解读和说明 此外还将举行代表团开放团组活动 办好代表通道等 为中外记者提供更多的采访机会 统筹考虑以上安排 今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 不举行总理记者会 如无特殊情况 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 已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谢谢